西藏四大奇景 据说只有1%的人全部去过 见过的人都说觉 1.麒麟霞 位于日喀泽定节线 巨大裂缝宛如地球上一道深刻的疤痕 让你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如果你能到此处游玩 这里一定会是你在旅行中最大的惊喜 2.大地之树 位于那区尼玛县达泽错南面 距离尼玛县城30公里 由于潮汐作用 在河口浅滩冲刷后形成的一种潮沟地貌 让这个传说没有树的地方 逐渐长出一绝美的大树 让人不得不感慨大自然的神奇之处 3.拉果错 位于阿里地区改泽县 是一片很大的白色盐湖 拉果错就宛如是镶嵌在高原连绵山脉中 一块剔透的碧雨 美得不似人间之景 4.达格价地热喷泉 位于日喀泽昂仁县 从萨达到错秦的路上 这里被誉为西藏威缩版黄石公园 是中国最大的高温舰歇性喷泉 和亚洲海拔最高的间歇性喷泉 当温泉喷发时 宽大的水柱直冲云霄 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 就像是来自大地的怒火 十分震撼 有的地方只有森林奇境 才能感受到它的壮观与奇特 等疫情结束 就到西藏来亲眼目睹 这四个奇特的景观吧